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 隐私乃至尊严 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 楚门京海瑞珍凯威士 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 标准的中产阶级 他生活在一个美丽如桃源圣地的小岛 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一份不错的收入 一个温柔美丽的老婆 一个和谐的生活圈子 他还有一个梦想 去看一看斐济道 他的一切看来似乎都很完美 是很多人做梦都想要的生活 除了一些有些稀奇的经历之外 比如初恋女友突然失踪 溺水身亡的父亲忽然似乎又出现在眼前 直到有一天 他竟然在串屏的广播里听到 他的一举一动 竟然一直都在别人的跟踪下进行 无论他走到哪里 在做什么 妻子的莫名话语 电梯后的莫名空间 莫名的问候 莫名的人 这些都让他心生一念 于是楚门想要不顾一切逃离这里 离开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 去寻找他的初恋女友 但他却发现怎么都出不去 真相其实很残忍 因为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小岛 其实只是一个巨型的摄影棚 楚门是一段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 从姑姑坠地开始 就被摄影机围绕 他的日常生活 琐碎小事 都会通过卫星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时时转播到全世界的电视上 他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是虚拟的 他的亲人 朋友 妻子全都是演员 唯独他本人对此义无所知 所有的一切都是创造者所赋予他的 创造者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把楚门留下 让他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去乐趣 但楚门并不想永远生活在这里 当他发现他就像是活在玻璃罐里的蝴蝶时 他决定要不计代价地逃离海景镇 而在最后 他要面对的选择就是 他想不想离开这个伪造的世界 电影的莫为出门还是走出了那扇门 走向了他将要面对的未知世界 即便导演挽留他 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但他说不管那个世界中 等待他的是什么 他都不在乎 我在